我是在某個外商然後做埃及設計的軟體工程師 然後現在是沒有在做 現在就是自己在家裡玩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今天要講的就是《Two Scopes of Django》這本書 它的第五章 然後就是《Settings and Requirements Files》 這一章的話就是作者它關於說你要怎麼在一個Jango的Project裡面 然後去部署你的設定檔的一些建議 然後它也提供了一些實用的Pattern 然後你可以直接去套用 那就是說當你的Project 然後如果它變得規模變大的時候 或者說情況變得比較複雜的時候 然後就是如果你有包括它的這些做法的話 那也許可以讓你以後的開發或Debug更順利一點 好 作者在這邊提供的好的做法 那總共有三個大方向 然後第一個就是說 在專案裡面所有的Source Code 然後它都希望你上Version Control 這邊只是設定檔的部分 然後第二個部分 Don't Repeat Yourself 就是說 請你們在多人開發的時候 請你們不要去一直複製貼上既有的設定檔 然後一直加你新的東西 然後把整個專案變得有點髒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保護你的Jango專案 像Secret Key這樣子的機密資訊 這就提到一個情況 就是說 在 一個Jango專案 就是在一個多人開發的情況 那 就是其實每一個開發者 那它或多或少 它都有一些自己的 在Debug方面的一些設定 然後 它就是想要在Local試一些東西 或在Local看 加一些套件啊什麼的 然後這些東西 然後還有就是 Debug的Flag那些 它不希望 它希望可以在Local的時候開發用 但是它又不希望 這些東西到Fondation的時候 會推上去 就是它希望那時候 它們會全部消失掉 好 那 一個 就是很普遍的做法 那就是 每一個人 在Local開發的時候 它就寫一個叫做 LocalSettings.py 然後把它 所有自己的東西 就是Debug的設定 然後套件啊 什麼全部都寫進去 然後它就 反正就只在它自己的機器上用 而且 它為了不要去 呃 干擾到 呃 就是Production的設定 所以它就刻意不去推 它自己的設定檔回去 然後這樣做有什麼好處 那當然就是 它自己 開發 只跟開發有關的東西 不會被推回去 不會影響 然後甚至它 可以寫得比較快 它可以在 設定 可是這樣會造成什麼問題 那這邊作者就提了一些 首先就是 呃 這樣一直搞下去的話 一排機器上面 然後都會有一些 呃 設定檔面 會有一些code 你是別人追不到的 然後 或者是說 呃 可是你在幾個小時 你在Local 怎麼樣都沒有辦法重現它 然後 搞了半天你才發現 啊 那個Bug是因為 有了Production的 裡面的設定 然後所造成的問題 然後結果跟你的Local 根本沒有關係 或者反過來說 欸 你 你發現了一個Bug 是 系統的Bug 然後你也很熱心的把它解掉 推回去 結果一推回去 翻新我炸了 結果 好 再追下去才發現說 欸 那個東西 那個Bug 所謂的Bug 是因為你 呃 自己 本機上開發端的那些設定 根本就有錯 然後結果你以為是系統的Bug 對 那所以 作者 他就提出了 一個建議 就是說 他希望 呃 大家可以在 可以把原本 呃 那個 一個Jaco Project 然後一個單一的Settings.py的設定檔 然後 他按照 你不同的開發階段的需求 然後把它 把它拆成 好幾個不同的Settings的設定檔 就是 類似像這樣子 好 然後 在這個 書裡面 然後作者 大致上把它拆成五個部分 這個我大概把他講過去 好 第一個是Base點拍 那Base的話 那就是最基本的所有的 所有的開發階段都會用到的各種設定檔 然後把它抽取出來放在Base裡面 然後所以其他的開發階段的話 就是從這個Base點拍裡面去繼承他的設定的變數出來 然後 Local點拍的話 那就是在開發的時候要用的 就是剛剛一直在講 像Debug 然後或者是像 像 那個 Debug用的各種套件 然後 Test的話 那 主要就是安裝 一些像 Automation Testing 需要用到的套件 那Staging的話 是處在一個 上線前 然後可能會為一些 大量的真實 真實的資料 然後進去做壓力測試等等 這樣一個階段 然後就是 回答選 它這邊提出了一個例子 提的例子 類似像這樣 就是大家也可以上它的那個網站 還有Github 然後裡面就有提供這些範例 比方說 這是一個 Local點拍一個開發階段用的設定 然後它 像它這邊的話 它就會把 那個 Data Base 然後 Engine設定成是 那個SQL Lite 然後 然後 這邊在 額外的選安裝 所需要用到的設定 那像 比方說 還有一個TESTER 在TESTER的階段的話 那可能比較重要的是 你會去想要設定是 把Data Base 指到 Memory的TESTER database去 像這樣子 所以在不同的階段的話 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設定 然後呢 在這裡 就是說 好 那你把設定 不同情況的設定 都已經切分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在 我們就可以按照需求 然後 就直接利用 Jangle as Min 這個工具 然後它有直接提供一個叫做 SETTINGS的這樣的一個Option 然後 直接去載入 你這個階段 所需要用到的設定的模組 就像 Develop 反正每個模組 每一個階段 然後就是載入 這樣子的模組進去 那 那 書裡面也提到一個Tip 就是說 其實 嗯 在一個Jangle Jangle的Min 它其實有 額外吃一個叫做 Jangle SETTINGS Module 這樣一個環境變數 然後其實用具跟剛剛 SETTINGS是一樣的 就是說 你把這個環境變數 設定到 你所需要用到的 設定模組的名稱去 對 然後 設定完之後 你就直接把那個SERVER 弄起來 就是你要的樣子 可是那就繼續回到 一開始那個問題 就是說 在一個大的Project裡面 那 還是會有很多 開發者 然後 它還是需要不同的設定檔 那 所以在 這邊 作者 他提出的解法是說 去利用 去利用 就是說 也不是去利用 就是說 每一個開發者呢 然後 他都去用一個 他自己專用的 設定檔 但是 這個設定檔 跟 一開始講的不一樣 它必須要推回 Repository裡面 比方說 比方說 有不同的開發者的話 那 他們就可以依照開發者的名稱 然後去 額外的新建一個 屬於自己的 設定檔 那設定檔內容的話 就像這邊一樣 就是說 它 所有人都可以 從一個共通的 剛才 Local點拍的 設定檔裡面 再去繼承它 然後 再加上 每個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 這樣做的話 它會有什麼好處 就是 首先第一個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 其他人 到底用了什麼設定 然後 如果其他人 如果缺了什麼 然後 出了什麼問題的話 然後 整個團隊裡面的人 都可以幫它去看 所以 這樣子的話 在團隊裡面 所有開發的設定檔 就很容易 就是 達到一個同步的狀態 就是 跟一開始 大家都是 就是把它 偷偷放在自己 電腦上某個地方 可能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OK 然後 在 這邊再提到的是 它 要怎麼去保護 你的 你的 那些 secret keys的 那種 機密資訊的問題 然後 作者是 相當不建議說 把 你的 Jungle網站的 secret key 或者是 你這樣 AWS的key 或者是 你申請到的 API key 你直接把它寫進 你的 設定的 模組裡面 為什麼 因為 第一個就是 只要看得到你 模組的這個人 好 然後 他就可以 痾 知道 看到你的 這些機密資訊 他就可以直接去利用它 然後 而且 有作者他認為 就是 這些secret key 它其實 它應該是屬於 一些 configuration 的一些 它只是一些值 它不應該屬於 是程式碼的一部分 這樣 好 這邊 這邊就是 在那個 Django的網站上面 然後 他們所提到 對於 secret key這個東西的描述 好 第一個 它是一個 Default 是一個String 然後 但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麼 是 提供你的這個 Django的網站 然後 去替它提供 用 數位簽署的時候 作為 加密的 鑰匙 的 用途 好 所以就是說 那 你沒有設定 secret key的時候 Django 結果這樣 它就不讓你起來 這樣子 然後 對 然後 當你 新建一個 project的時候 Django也會 Django的命 它會自己幫你 亂書建一個出來 這樣子 所以 依照它這個用途 Django的網站上 它就特別提到 就是說 你 你如果把你的secret key 洩漏 讓其他人知道的話 那就等於是 Django所做的 一大票的 安全保護的措施 就直接破功了 好 那不能放那個 Source code裡面的話 那怎麼放 那這邊就是說 提供一個建議就是 把它放在環境變數裡面 好 比方說 假設你要把你的code 然後放上Protation的環境的話 然後 通常 那些PAS 然後 它都會提供 就是都會提供 應該他們都建議你 是這樣 你用環境變數的方式 去傳遞這些 比較機密敏感的資訊 然後 書上裡面 有講到很多 不同的PAS 它該怎麼設定 然後這邊是舉Helocool原理 然後 Helocool它有 因為它有提供那個 單機上的那個 Tour 所以你可以利用Helocool這個Tour 去設定環境變數 然後 好 設定完之後 你的設定模組裡面 然後你就是 直接改成 像下面這樣 你直接從OS的Environment 去獲取 你所需要的那個 Secret Key 這樣 書上另外還有提到說 比如說你在單機Local的話 你要怎麼去做設定 然後那個部分 可能大家有興趣 自己會去看就可以了 好 然後這個就是再往下 再更進一步 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 如果你拿不到那個Secret Key 的時候 你可以做一些 什麼樣的處理 它為什麼要做處理 它為什麼要做處理 其實它 它這邊的用意是說 雖然說你 你拿不到 Secret Key的時候 好 對整個網站就 起不來 因為剛剛是用 透過Dictionary去拿 對 起不來 可是 它只會圖 Traceback 只會圖 KeyError 這樣的訊息給你 只知道是這樣子 但是你並不知道 好 就是假如你是在一個 有時程壓力的一個狀況 然後你在碰到這樣子一個問題 你可能要找老闆聽 你可能一下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地方 KeyError 也許 所以它就是提供了一個很方便的一個片段 然後讓你可以 就是讓你在發生這種問題的時候 然後秀給自己一些 所以說 喔 對我這裡就是缺少了 環境面書缺少了什麼 然後 應該怎麼加的 這樣的一個 資訊 對 就一個小PayPal 好 所以是 一樣 就是你去 你透過 你那個Helbert方便去露出它 好 那 假如說 這個地方是1.6的版本的這本書上面新加了啦 他這邊提到說 好 那你今天也許不在PASS 也許你是接著 自己用一個Server 然後你是 呃 全是你是Apache 然後你 或者你是 NGX 好 然後 它是說在 這些方面的話 然後 你可能沒有辦法用 直接用那個環境變數 然後來傳避槓這些資訊 那怎麼辦 那它提供了一個方法 叫做 Secure File Pattern 就是說 好 那就把你的 機密的資訊 然後寫在JSON檔 寫在XML檔 寫在Config檔 總是寫在一個檔案裡面 然後在你的剛才那個 設定模組裡面 直接再加上一個 Secure Loader 然後 並且最後 把 你的 設定檔 應該說把你的 secure File 加到DictNode裡面 總是 不要讓這個 機密資訊放上 requisitory裡面 那 對 這邊就是一個範例 比如說一個 JSON檔 它會長什麼樣子 好 那 這邊的話就是 設定檔 就會改成這個樣子 就是 你直接從 某個機密檔案裡面 把它讀出來 然後跟前面一樣 去get secret 然後只不過是 從 OS environment 直接改成是 從 JSON的露出來的內容 裡面去拿 這樣 沒有問題 那如果一下 可樂庫它可以放檔案嗎 沒有 它這邊要 不能再評 Mariable 就這樣 對 它其實是這個狀態 就是說你上PASS的話 其實就照前面那樣子 就可以 對 它是指數像是高的 APACH MANGX 就是你自己 碰一個SERVER的情況之下 對 這樣就可以這樣高 好 前面已經把 那個 設定檔 已經把它按照 不同的 那個 開發階段 然後把它切開來了 然後 在這邊 作者 他在進一步 他覺得 那你的requirement的檔案 你也可以把它 按照不同的開發階段 把它切開 它 它是覺得說 嗯 你 就是你Deploy不同用途的 SERVER的時候 那 Deploy過去的 就只需要 安裝 那個階段 所需要用到的套件 就好了 它其實是這樣覺得 那 這邊也可以參考一下 那也是 跟剛才差不多就是requirements 本來是一個requirements.tst 然後就是把requirements 然後一樣切分成 BASS LOCAL STAGING 然後內容的話 大概會是像這樣子 BASS 的話就是 它 就是所有 在所有的情況之下 都會 都會需要用到 Dependency 然後 LOCAL 就是 其他的 主態之下的話 那就是 第一行就加-R BASS.tst 這樣就是 表示我要直接 前面我要直接引用BASS的內容 然後 後面再加上 每個階段自己需要的部分 那 就是我們上次有稍微討論一下 就是跟Tim他們討論一下 我是有點覺得說 嗯 其實 其實 因為現在PIP安裝是還蠻方便的啦 然後就是說 就算 一般來講 應該要把它全部寫在 一樣寫成一個requirements點擊 其實 然後大概也不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看 這樣 個人的喜好去這樣做 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有些環境很沒有辦法裝模式的東西 對 對 這個方法就很容易用 對對對 其實應該 就是說 比如說某些PASS上面 然後它並沒有提供一些套件這樣 對 或者是 例如說 你在Tremium上面 就是說你的requirements太大 然後用一些厲害的東西 然後那個Tremium就會很容易用牌 然後就有點 或者有些東西 其實Local很難裝 那你就啊 佛達天裝就還 Developer可能裝別的這樣 嗯 就是都是這種 就是如果純粹未分的分 可能就覺得有點不煩 很難 但當然當然還是遇到 一點點需要分的時候 好 這樣 好 謝謝大家的 食物上的一些建議 好 好 好 最後就是 嗯 作者 作者提到說 好 在設定模組裡面 要怎麼去 處理檔案的 路徑的問題 好 就是說 書裡面啦 雖然作者 拉哩拉扎寫了一大段 就是 那 但是總之 嗯 結論就是 可以簡化成三個字 就是 不要去 不要去寫詩 路徑 就這樣 只要記得這三個字就可以了 然後 比方說 像這樣子的寫法 就是 裡面寫一大堆什麼 絕對路徑啊什麼的 這樣是 嗯 並不推薦使用的 那 會造成什麼問題 就是 它在一個 因為它在一個 大家共同開發的階段 那就是 很容易造成的問題就是 會變這樣子 就是說 嗯 嗯 對 這是在我的 在我的電腦上才會動 在我的電腦上裡面會動嗎 這樣子 就是 如果別人可能要 deploy你的東西過去用的話 啊 要嘛就是它要改對 它自己的Pace 它要改對你的 你的檔案 反正不管是哪一個啦 就是對大家都很麻煩 所以建議不要用 那 那作者推薦的一個 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 動態的 然後去取得你的 那個 Base的DIR 然後去取得你的 project的根目錄 然後再從那個 根目錄去延伸出 你其他的 呃 的路徑 它這邊提 推薦的一個叫做 UniPace 這樣的一個 第三方套件 然後 它就說 它認為這個是一個 非常乾淨的 的處理 可以拿來處理 附近的一個套件 當然也許可以試試看 那如果 它有說 如果你不想要真正加一個 Dependency的話 那它書裡面其實也有 它直接也有寫好的 呃 就是code 然後讓你可以直接拿去用 就是說 你甚至可以不用裝這個 UniPace 然後去看 大家的喜好是怎麼樣 嗯 好 所以講完了 總之 它這邊要講的重點就是 三個 就是 除了那些機密資訊之外 那所有的設定檔 都應該被 再放到Version Control裡面 然後第二個 只要你的project 它 最終是會上production 那 你其實就應該考慮去規劃 多重的設定檔 的requirement檔 好 第三點就是說 呃 如果你 就是 如果你的 你的多重設定檔裡面 然後 怎麼講 你並沒有 你並沒有 少放了一些requirement的話 然後讓它沒有被追蹤到 那可能 很有可能在你deploy的時候 會替你多造成一些麻煩 所以 這個地方就是 請 請大家自己注意 好 好 那我今天 第五章的部分就講到這邊 好 請問 有沒有什麼 問題這樣 分享一個 我的使用 因為我們是我們換 ERT 或是業績 會有什麼 就是你剛才講到的 廠商都被我們繳的蛋 擔心 這個是可以七十二小時 被我們遇到不睡覺 就是 因為為什麼 因為當你做的這種 這種 你的case 就是說 它跟我們是比 就是說 不是他們的大case 可是大case 就是大的代價 他們就是 基於治安的要求 所以我們會有必須要便利用 所以必須會有 就是指定補助 但是它把它買 起初 它埋在它的source code裡面 然後這時候 當我們 我們照準的正規審訊 通常都密碼 一改 發卡 這樣就 那些東西就會動 就剛 麵里剛剛前面講到說 那一bug 真的是搞死人 這樣 那另一方面就是 如果 如果做到大case 它會成為一個 就是多branch 就是多分支單位 Single Single 的一個公司 跟多branch 因為五公司 那一個反制 它真的會相當相當不一樣 因為你的 因為有branch 的因素 所以你還不能夠 直接複製 就會有些 那些分公司的issue 存在 因為他們 只有上路面來說 一定都要看 分開 所以很多環境變數 就是當你在做Single的公司 跟做大量分公司 那真的是有天長之別的差別 這樣子 對 就是 對 這邊 它目前看台 其實都沒有特別提到 像branch 這種會讓狀況更複雜 的狀況 不是說 這些環境變數 真的一定都要拉開 就是 因為我們的廠商 也基於我們的壓力 它就是先求人 再求好 先求人 再下場 一個閃失 讓我們 就是業績上 沒有存在 這樣 對 所以 所以有時候 直接看 就是 參考一下人家的 group practice 是很重要的 好 那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